欢迎收看,我是Pain,教数学 那我们在上一集说到说巴斯卡定义的延伸而使用C 如果你有点怀疑它是不是分子跟分母的每一项都有相同的几率的话 你可以从数状图去讨论它 那如果你没有往前去看前前一集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用另一个例子来去说明 因为这个挺重要的 就是你们要有正确的想象 而且你们要当自己有疑惑的时候能够帮自己解释是这样子还不是这样子 以免用错也没发现嘛 代中有七红三白十颗球一次抽一颗抽后不放回 那抽后不放回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说十颗九颗八颗七颗六颗五颗 那这个就是会产生一对一配对 然后这个会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 会符合那个巴斯卡定里延伸的概念 他这里说共抽五次其中三次为红球的几率 那我们那个时候有讲到 我们就是想象说我真的在抽他 然后第一次呢 这个到底会抽到红球还是白球呢 这样第二次抽球到底会是红球还是白球呢 第三次抽球到底会是红球还是白球呢 这样子你可以一直去画嘛 那因为他要抽五颗嘛 所以你必须会展开到三 就是二的五次 三十二支分支 就有点规模有点大了 对不对 那更何况如果你要抽十次的话就更不可能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做这一题呢 我们先想象一个符合题目要求的就是 有三次红球 恰有三次红球的情况 那举例来说就是红红红白白 这一条分支 他会有多少的几率呢 我抽的第一颗 在十颗里面 有七颗是红球 三颗是白球 这是红的 接着我又抽 我们是选这个红红红白白 接着我又抽 在剩下九颗里还有六颗红球 接着我又抽 在八颗里 又有五颗红球 那白球一直都是三颗都没有被抽中 接着我又抽 在七颗里剩四颗红球 然后白球是七分之三 那这次我要白的 接着我又抽白的 七分之二 六分之二 六分之四 可以吗 就因为这次我们抽走的是白球 所以红球没有减少 减少的是白球 OK 那于是红红白白的几率是 十分之七乘六分之九 八分之五 七分之三和六分之二 这是六分之二 于是就是十九八七六分之 七六五三二 可以吗 好那如果我不是这样抽到的 如果我是红白红白红 可以吗 那也符合题目的意思啊 恰三颗红球 我们再做一个 红白红白红 红白到这里 在筹这个时候红球跟白筹各拿走一个 所以八颗里面有四颗红是两 不对 八颗里有六颗红两颗白 红球原本是七颗啦 拿走一颗 然后两颗白 红白那这次我们要抽的是红球 然后再抽的时候呢 七颗里红球少一颗剩五颗 白球没有少还是七颗 合起来是七分之七嘛 我们抽了白球 那这次抽掉的是白球剩下六分之六分之一 然后这个是六分之五 所以我们走的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红白红白红 那十分之七 九分之三 八分之六 七分之二 六分之五 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去想白白白红红也是符合条件的 每一条的几率都是怎么样 十九八七六分之七六五三二哦 只是顺序写的不一样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一条分之算起来都一样的话 那么我只要去算 这种情况的有几条啊 就是说 三红二白牌一列有几种牌法 所以有 C五取三种 那我就知道说 我的几率其实是什么 十九八七六分之七六五三二 乘以C五取三 这样子就是我的几率 可以吗 于是呢 我可以把分母的十九八七六 写成P十取五 七六五三二写成P七取三 和P三取二 你会有一个上下都是P的式子 然后还有乘一个这个所谓的C五取三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C五取三 五接拿去除在底下 三接二接拿去除在上面 你就会把他这个式子化为一个C的式子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所谓的古典几率的公式 它其实是从树状图 我已经会讨论了 然后为了这个节省步骤 节省步骤 节省步骤 而整理出来的 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这样子产生的 但是呢 我们在上一集也介绍过了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巴斯卡定理延伸的角度去看 七红三白十颗球 选五颗出来 全部是C十取五种选法 里面红球拿到几颗 白球拿到几颗 那我们先看白球写前面 因为白球总共只有三颗 所以白球是三颗全选中红球没有呢 红球选两颗呢 还是白球只选到两颗 红球中三颗 还是白球一颗 红球中四颗 还是白球没有 全部都红球 我们可以分成这四项加起来 就是C十取五 所以我们全部的情况是C十取五 而我们要的情况是这个 这样可以吗 在这里就是要说明 我们上一集教的所谓的 巴斯卡定理延伸的角度去看 跟你从数量图去讨论 会得到同一个结果 它都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学生 吸收这个一个新学的东西 把它学起来 那也许有的学生会比较 这个敏锐的察觉到一点 这个C十取五啊 或C七取二 它其实是十个不同的东西 十个不同的东西取五个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球是 红球都是一样的 白球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这一点 在现实中虽然你分不出那些球的差别 可是我们在算机率的时候 你还是要把它当成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好像我塞两枚硬币嘛 对不对 那我有可能塞出 正正正反 然后反正反反 即便这两枚硬币 我实际上分不出来 他都仍然会因为正反反正 也就是一正一反的情况 比别人多一倍 而使得一正一反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两正是四分之一 两反是四分之一 可以吗 就是说不因为你眼睛看不出差别 他的几率就变成都是三分之一 因为正正正反 就是两正一正一反两反 各占一份 所以是各三分之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遇到排列组合的问题 跟遇到机率的问题一个差别 就是机率的问题 我们一定都是把它当成是有不一样的 10颗球就是10颗不一样的球 你肉眼看不出来 那是你没有看出来 他实际上还是会造成机率的不同 巴斯卡电里的延伸 而使用C的方式 能够跟树状图去做这个结合 就是去讨论说 那他的这样的情况 在树状图里呈现是怎么样 二项是展开 而使用C的情况 也能够在树状图里面看出来 如果今天我一样是 7红310颗球抽5颗 我现在是抽后放回 抽后放回的话 变成我每一次抽到红球的几率 都是7分之7 7分之7 那我这样子抽5次的话 我就是这个 10分之7红加 10分之3白的5次的展开 对不对 然后用二项式展开 那如果我们今天画素上图讨论它的话 那一样你会有红白红白红白 对不对 如果我走了红红红白白 取这个符合题目要求的情况 我走了红红红白白这一条分支 就符合题目要的 那我的几率是什么呢 就是10分之7 10分之7 10分之7 10分之3 10分之3 因为我每一次抽红的就是10分之7 不管你是哪一条分支上都一样 那我走红白红白红就10分之7 10分之3 10分之7 10分之3 10分之7 白白白红红 你会发现它们算起来都是怎么样 10的5次分之7平方3 3次 出了7三次3平方 对不对 所以每一条我要的分支都是这个几率 那有几条呢 又是这个C5取三条 就是那个三红二白排列有几种排法 C5取三条 所以我总几率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二项时展开的结果 所以它就是10分之7红 10分之3 白展开后这一项的习数 所以它也可以在几率 在数状图里面看到 数状图是一定可以解开几率问题的 只是说有的时候它规模太大了 我们也不会希望你们 不论什么都印报数状图 学生也不会真的这样做 那之前讲过 如果今天你遇到的事情是 刚好一阵一反各2分之1的几率的话 你的答案里面分母会写成2的几次 你的分子会只剩下C级取三级 那这就是一种它的这个 二项时展开的特殊结果 好那这里呢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几题 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两集所教的 单选题每题四个选项小明 这次考试猜了四题 请问它猜这四题里面 中两题的几率是多少呢 那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 它呢 每题四个选项的意思是 你猜中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中加四分之三 中拆了四题 拆了四题 展开之后 中两题 中两题的系数 是什么 C4取二乘以四分之一平方 四分之三平方 可以吗 所以是C4取二是六 然后下面是四的四次 四的四次是二五六 然后六乘以九 然后九六五十四 这样子的话 好像可以约掉二 一二八分之七 可以吗 如果是是非题 一样猜了四题 那猜中两题的几率呢 那就会变成 二分之一中 二分之一不中 展开后 中二 中二不中二之系数 对吧 所以是C4取二乘以二分之一平 所以你很容易会看到的是 二的四次分之C4取二 也就是十六分之六 八分之三 可以吗 老师拿出六颗糖分学生 然后这六颗糖呢 里面有汽水两颗 牛奶两颗巧克力两颗 小明最先拿 如果三颗糖触感没差别 请问他有拿到巧克力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他有三种糖果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分三类 那你是不是会变成C2取什么 因为各两颗 C2取0 C2取1 C2取1 这样子去讨论 其实这样讨论很好 你能够写出来的话 那很棒 这样讨论没有不对 但是这一题他有不需要这样做的技巧 就是说他只在乎是不是巧克力 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有六颗糖 这个有巧克力两颗 和非巧克力 四颗 他是抽后不放回的 因为拿走就没有了 所以 这个 我们是用巴斯卡定理的延伸 全部是C6取2 对不对 那C6取2里面 两颗都拿到巧克力 剩下四颗没有 或者是 巧克力只拿一颗 或者是 巧克力都没拿到 这样子 所以他有拿到巧克力的几率是 这样子 这样是多少呢 这是1 这是1 这是2 这是4 所以是1加8 是9 C6取2 1615 分之3 好 我们这集上到这里